睁着一双大眼 拿着一张饼 小口塞进嘴 劫后余生的18个月大女童拉哈 因为失去家人 显得无助 拉哈在这场大地震逃脱死神魔掌 由白亏救援队及时拉出瓦砾堆 但她的母亲与兄弟姐妹证实已经罹难 拉哈将由叔叔带为照顾一阵子 等她父亲伤愈出院 而拉哈的家就是叙利亚阿贾兹市这里 其中一间已经倒塌的民房 经过12年叙利亚内战摧残 许多居民在地震当下 以为是政府军派战机空袭 直到劫后余生才知道遭逢规模7.8的强阵 灾区如果是城镇 还能期待白亏救援队前来 但很多偏乡只能由活着的人空手或拿铲子 移除瓦砾 抢救被埋的亲友 当地的医院诊所几乎被伤患与遗体塞满 过世者只能尽快入土为安 而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 政府阻止国际社会援助 只允许俄罗斯与伊朗救难队进驻 由于缺乏人手救援进度缓慢 趋利亚北部本来就因为内战存在不少难民 如今在寒冬之际又遭遇强烈地震 联合国难民署警告 接下来人道危机恐怕越滚越大 华市新闻无线常编译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